大家好,我是维方军事达塑胶制品的安娜 大家好,我是真希 不知不觉线上广教会已经这是第八天了 对,真是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跟各位去介绍了很多 就是基本都介绍全了我们的产品 也包括看我们的工厂 然后包括看我们的一些软管的一些生产 对,对,录制的一些视频 还有一些基本上都涵盖了 就是今天 那今天的话就还是给大家就是再总结概括一下 看看哪里有你有特别在想了解的 我们再补充一下 然后给大家就是做一下总结 那这一会的话主要讲解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时代 对 没声音吗 没声音吗 有声音啊 你好像没声音 你好像没声音 我刚刚不好意思啊 然后有有有有消息给打断了 然后我们继续 就是讲解一下水袋 你想看一下就是从哪些方面在带 给大家这样总结啊 或者gap一下 嗯,行 然后我们之前讲解了尺寸 然后压力 还有那个接头 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在简短的再介绍一下吧 看看大家如果再想去了解别的一些信息的话 我们再去详细的一个去介绍一下 那那那就是我们尺寸的话呃尺寸的话还是之前讲还是之前提到的那从一寸和十二寸都是可以生产的呃 啊, size is mentioned before 啊, we can produce from one inch to two inches, including some special size 就像之前提到的 然后我们也会去生产一些比较特殊的型号 然后去呃,去有很多的模具嘛 然后这样子的话也会去节省您的时间 然后这是综合成本和时间上考虑这样子 嗯,再一个的话就是压力方面 然后之前的话也也是提到过了 就是压力方面的话 它是从呃,那个两瓣到十瓣都是可以生产的 然后那个, uh, working pressure can be from two inch, two bar to ten bar can produce 啊, usually agriculture is, uh, agriculture is, uh, used is two, three, four bar and, uh, industrial, uh, usually use the, uh, uh, it's two inch bar 啊, uh, yeah, it's two inch bar 这是这是压力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数据 然后再的话就是下,之前我们还提到过就是我们的技术 技术的话是一步法 然后one step molding extrusion 就是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的一个玻璃系数会比较高一些 就是它因为它是一步几处的嘛 它是很难去给它分开 然后在使用过程中也是比较的耐,耐磨 然后也比较的柔软,嗯,有这些性能 然后之前那时候还提到过就是我们的一个,呃,那个 因为积累了很多客户之后 它们有各种各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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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的一个要求嘛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是OEM嘛 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去跟客户的一个要求去做 然后之前的时候就是有客户说 我们在寒冷地区的话是可以想去使用一些 那软管的话我们这边也是可以去满足这边的需求的 就是可以生产到零下二十度 然后还有些客户的话他是想用在农业上 然后是用在但是还想要认证 那我们这边也是可以满足的 就是也也做了一些像Rose和Rich的一些认证 然后去满足一些欧美客户的一些需求 这样子 再一个的话就是街头 你像街头的话最近我们常出的一些街头的话 就是 杰森你是不是刚出了一个这个 就是我们对然后我们最近的话就是 对然后这个的街头的话通常情况下 它其实是可以配我们的水袋 也可以配那个那个橡胶的一个塑金 橡胶的一个塑金管的 所以说这个叫布尔街头 在中东地区还有那个欧美地区这个街头还是比较常用的 对不对 然后对 这zeitig扶扶好了 对 这这注意似乎一个打扶的东西 XD 什么 还有 钱 够笔 这是 这是一部份的组织 这就是一部份的组织 这就是一部份的组织 这是一个短织的组织 这个织织的织织 就是用于工业的水平 这种街头的话 主要是用在工业的水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特别的结实 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 就不漏水的一个现象嘛 然后就是大约有 研制就是自己研发 然后加上不断的试验加上不断的 大约得有三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 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是客户 我们之前有一个 美国和加拿大的客户嘛 然后他们就是特别的想 就是一点水都不漏 然后这在之前的时候 还挺挺什么的 就是觉得一点水都不漏 然后就不太可能嘛 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根据客户的一些要求 就不断的去试验 不断的去试试 这个不行那是那个 那个不行是这个 最终我们就是研制出了就是这个 然后也配备了就是这个铁皮卡套嘛 然后最终我们客户也同意了 就是真的试验都一点不漏水 所以说这还是我们比较 对如果您这边又是有这个 这个那个什么的需求的话 可以就是联系我们这边 对不对 我們都追求上少許貴好力氣 沒有貴好力氣很慘 我們開發中關於貴好力氣 所以我們做了貴好力氣 對,我們有成功的貴好力氣 所以我們有個人資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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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就是街头 然后上一次还提到了 然后再就是我们公司的话 就是说一说我们的一个商业模式 和我们一个定位吧 那我们的一个定位的话 主要其实还是一个OEM 一个厂家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属于大而全的类型吧 就是呃 不像是有些厂家的话 可能每个公司的定位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也会找到我们 就是适合匹配的一个客户 那也希望你这边就是您这边呢 也是因为匹配嘛 就是说是不一定是呃 这个东西好 然后它就适合你 那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公司一些情况 那看看您这边到底是不适合您 公司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嗯然后 那我们公司的话 现在主要就是一个大而全 那你看像现在因为切管子都可以生产吗 嗯就是说根据客户的一些要求啊 然后呃软的硬的 然后呃那个 那个呃长度啊 还有那个呃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 你像街头啊 还有那个呃 一些防防腐蚀防UV 然后防那个什么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对然后就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去定制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跟那个同行也去聊过嘛 就像就每个公司的定位可能他们公司的定位就是 哎我只生产那个这一款水袋 就是说可能我我我就是只生产别的我也不定制 我也我也不干嘛呢 那我们公司的话就是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一个定位的方向 那您这边就是了解我们公司的一个方向的话 也可以去更好的去选择您适合的一家公司 和一家去去合作 这样子的话 合作起来也会比较顺畅一些 嗯 这样 ok ok um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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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f you hide ok ok so you will see some factories they only produce one or two types pvc hose 就是一个工厂他们只生产一种或两种 这样的话可能是量比较大 然后价格呢也会相对的便宜 ok 嗯 也相比较而言吧 好的 ok so meaning some factories only produce one or two types the because the quantity is so large so maybe the price unit price will be a little lower than other suppliers but our factory will produce too many types we can see about seven or eight types pvc hose and can also the specialty places is we can produce customize the pvc hose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定制 就是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地方 就是大而起来的话就是有地方一个好处吗 而且还可以跟客户去一块研发 你像我们这个产品也不包也也也除了这个产品之外 我们还跟客户去研发了很多就是共同去做了一些产品吗 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他其实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他可能不想去投入人力物力和你去去去研发一些去研发一些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也是相应的去给这个怎么说呢 给行业或者给客户 然后做出相应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能力范围内之能做的事情吧 然后对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努力去研发新的pvc hose和特殊的pvc hose 这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像给一些其他的工艺商 对 因为我们不需要做新的模式 所以这能够保持到很多时间和货币 就是因为工艺在模式生产中特殊的尺寸 所以说就会节省你比较多的成本跟时间 那讲到这里的话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 刚刚说生产特殊尺寸的就是咱们可以做一个就是例子 一个就是一个案例吗 介绍就是比如说二寸的呀 听到它们是什么样的 嗯 行那我们一些尺寸的话 你像这个是两寸的哈 这个是 这个是 这是2inch pvc 垫发的hos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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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一般试验上它这个尺寸是两寸 然后内镜呢是52毫米 对 那我们是能做到53毫米或是54毫米 对对对 这个不用开模具 首先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你一个小样品单的话 要是开模具的话 这个光模具的费量就是很高的 嗯嗯嗯是的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然后你想也了解了我们公司大体的一个商业模式和一个公司定位嘛 然后 Just briefly our company's business mode and mainly company marketing and some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这种五颜绿色的 那主要生产的就是你 像你刚刚介绍的冰业农业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两种是哪几种是比较长出的 其他的颜色就是也这样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OK好 Just question Is some color for purpose and industrial OK This blue color is usually used in the agriculture and usually it's almost 30 oh no it's 90 90% is used in the agriculture is blue color and this brown color is usually used in the industrial OK So 所以说90%的话主要是这个颜色的是蓝色的 蓝色的是用在农业上的 然后这个红色的棕红色的是用在工业上的 我觉得可能前面要是听过我们直播的一个朋友可能这些都已经能背过了 对 对 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一直也是在对 然后就是介绍我们的一些产品嘛 然后 对我说的话你像最近可能是我们也有出这种黑色水袋 嗯 就是这种的话你看给大家也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这种heavy duty time 嗯 这种的话这种的话这边也是用在农业上 然后也是用也有一些是用在工业上的 然后就是根据客户的一个呃他的一个当地地区的一个不同的要求 你像他可能输了一些污水 然后也怕把水袋给弄脏 或者是可能就喜欢用这种黑色的可能更 对 然后看着更干净一点 然后就不会 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用在工业上 他的壁厚是比农业的要稍微厚一点 对因为他的那个压力要求的厚一些 而且他的尺寸很 他的尺寸要比用在农业上的大嘛 所以说他的压力的要求 所以说他要求他这个壁厚要承受很多的一个压力 所以说他的壁厚相应的就会厚一些 你像这些尺寸的这些都还蛮大的 这个是6寸的 这个是6 这个是8寸的 这个是4寸的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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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压力跟工作环境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压力跟工作环境 就是要求这个工作环境跟这个压力是比较大一点 工压力也大一点 然后去输送这个工业污水工业费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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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讲到那今天的话我们 我其实还想讲一点就是关于那个水袋的一个设备的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因为我们也有造力机嘛 那之前因为都讲过那个水袋了 那我们就今天反正第八天了嘛 大家也可能也想听点别的哈 然后我们就再讲点别的 然后那我们水袋的一个设备 因为我们自己也生产水袋设备和颗粒嘛 你看这些颗粒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然后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就是根据客户的一些要求 然后都是可以去去去自己生产颗粒和自己生产去改设备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的设备的话基本上就是有三个型号 那7590和120 那就是根据是客户不他想生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规格 然后我们去给客户提供一个相应的projection 那你说到这里了 我突然灵感一来哈 好的 就是关于这个设备我们 因为有个客户他可能是小白他要自己想生产这个生产线 然后我们去怎么去一步步的给他就是作为一些问题 然后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或者让他知道我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完成这个采动 或者我怎么要去生产 比如说从这个参动不同生产的颗粒啊 这个低纹线啊 是吧 然后你以前有没有生产过这种军念 或者生产多大尺寸的我们来 他听见什么规格的 这种就是让客户哎 我妈妈我去了解 然后我怎么跟他说 对我就是个小白但是我还想生产怎么办 然后可能很多很多一些工艺商 一收到这样的循环可能就哎 就不想不想理了或者是哎 就觉得可能没太有价值或怎么样 那我们去针对就是这种新手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计划书那就是说您看看您这边想生产就是看看您这边想那个做的一个市场份额是多少 那比如说你你这个一年可以生产50万米打个比方哈 然后我们这边就给您去再做一下当地的调查 比如说当地的市场的话你是想用在工业还是农业 那工业上的话基本上就是用哪些尺寸用哪些颜色 然后再就是农业上的话是用用哪些尺寸用哪些颜色 你当地比较流行的一些尺寸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你想要生产的对 然后给你推荐一下一个型号 对然后再就是再看一下就是帮客户去市场调查一下 就是你们这边就就是有些国家它其实是颗粒是不能生产的 就是你像这种这种颗粒它有些原材料还有一些辅料 它是自己都不能生产的 那所以说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去做相应的调查 你们这边缺什么然后适不适合适不适合那个生产 就是说如果是从国外进口的话这个成本是不是合适 就是我们都会给客户就是 这个低轮线呢 在这 还有这个低轮线的话有些国家它也是不也是不生产的嘛 所以说我们这边也会就是只要是原材料的方面 我们这边都可以去给您提供 只是说到时候我们会会计划一下会策划一下 就是说是您从我们这边买 然后它的综合成本是不是高于您这边 就是说是是不是合适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一些呃 刚想开始生产但是自己又无法去弄什么弄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给客户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案 比如说这个方案里面会包括您的总预算是多少 然后你们会生产几条生产线 那你们想生产的一个尺寸是哪些 然后我们会推推荐相应的一个生产的那个一个那个线 比如说你像 对你们这边去准备厂房这样子 然后工人的话我们这边会也会就是给您去培训 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呃那个那个我们的工程师 然后等你买完设备之后我们的工程师去也会去告诉您 比如说你像配方 然后还有就是呃去教您的工人去怎么去完整熟练的去去开这个机器 然后怎么去保证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系列完整的一个流程这样子 所以说就是你的问题可以解决 然后我们来讲英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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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产过的就是那就简单了对不对 哦对 好 介绍一下这个想要什么规格 OK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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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直播 结束 OK 好 Facebook OK 那就是已经生产过了就简单了就问你要想要什么形号 就是 你会问的 what size you want to produce 然后我们会提供你一个销器 嗯 就是原材料跟生产线,再就是尺寸,那我们就这样给它介绍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 再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些客户比较关注的问题,我想生产跨尺寸的,这样的话,因为你跨尺寸的话,不可能说一个设备它生产那么多尺寸,它就是在一个生产的尺寸范围,对不对? 那我们是怎么跟它介绍? 对,怎么跟它介绍? 如果是跨尺寸的话,比如说我想用这个小一号的设备去生产大尺寸的,或者用大一号的设备去生产小尺寸的,我们是怎么跟它介绍?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这样的,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设备会增加你设备一个磨损的一个程度,比如说你像如果你设备正常生产的一个规格的话,是从两寸到四寸,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生产个六寸的话,那是可以生产,你换上模具完全可以生产,但是比如说这个设备本身可以用十年,那 那你平时老是生产那个六寸的话,那这个设备的话,生产它的使用年限可能就只能到了八年,那所以说是 它这个功率其实是不匹配的,放进去的话,你像小尺寸去生产大尺寸的,或者大尺寸的设备去生产小尺寸,它就在里面就容易糊料的过程中,这是最影响最不好的一个,就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功率方面,一个是糊料方面。 所以说就是不匹配,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吧,还是什么尺寸的设备去生产什么尺寸的,不要这种跨越式的。 对不对对对,OK 所以我们就推薦了一些,我们现在建议这 过程是 Wool这是中Good 然後拿去的拿去 如果有个码码你可以帮我帮我们的关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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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